玩了一年的网络 看了一年的哲歌 起初只是单纯的喜欢看他的直播 后来被他的为人处事所吸引 慢慢的他成了我的榜样 即使我们都看得到他的努力 你自己学喊卖 喊的英文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吧 你去学习萨克斯 学习DJ的小键盘 你总是很努力的想唱好每一首歌 即使你也是一个平凡的人 却补写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 你的付出和你的收获是成正比的 我想在你失忆的时候 向窗外望一望 看看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我想你是性命的 路漫漫及休息 你应该努力 因为只有你努力 才会让那些小人产生畏惧 才会让那么多爱你的人感到欣慰 这不是房价 你确实背负着责任 努力吧哲歌 你还没有老 请继续助到辉煌吧 胜利是属于最坚韧的人 这是我的方向 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尽管路途在路手上 便要燃起希望 这是一个追溯 我才走进我的心窝 如果不心理老婆 才能活得洒脱 这是一种信仰 在我心里流藏 一路前行之后 可爱成就自己的梦想 为了梦想不后退 哪怕身体心潮碎 别人小人而求罪 爱你的人心为罪 你只平等无畏 老板伤和累累 不管身边多少鬼 追着成就你的美 万贼飞沙发去怕 听有小铃小沙踏 梦想昨天才吃炸 打击这家大老大 基础厚而为伤 鸡腿广而为害 这家进团前就万家 年底实在风采 英雄英雄生息 小铃风格高低 这家真正的费人机 都是他妈了个 你们好 我是李